根据法国媒体4月10号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 现任总统马克龙和极优异政党国民联盟的候选人勒庞 在大选的第一轮当中得票领先进入第二轮 其中马克龙的得票率是28.2% 勒庞的得票率是23.4% 两人相差4.8% 可见如果进入决选 马克龙的赢面较大 但是也并非稳赢 大家还记得2017年的法国大选吗 当时对决的也是马克龙和勒庞 政治杂志认为历史很有可能会轮回 其调查数据显示 马克龙在第二轮当中的支持率是53% 而勒庞是47% 经济学人则比较乐观了 他们模拟了上百万条不同的选举路径 并得出结论 马克龙对勒庞 马克龙的胜率是74% 但著名的大数据网站538就比较不客气了 大标题写到 马克龙有可能会输掉选举 538认为 勒庞会在决选当中构成真正的威胁 从1969年到2017年的法国大选 民调的平均误差是4.6% 换句话讲 就是勒庞距离获胜 只差一个民调误差 在几周之前 马克龙还似乎稳操胜卷 2021年法国的经济增长率是7% 失业率降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还有2月24号开始的俄乌冲突 马克龙的积极协调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所以其第一轮投票的支持率 一度飙升到了30% 而勒庞当时只有17% 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 马克龙的人气逐渐下滑 甚至跌回到冲突开始前的水平 这首先说明 选民不是非常的认可马克龙的协调 他协调了半天 但似乎没有起到一个太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部分选民认为 马克龙过于关心外交 对内政的关注度不太够 法国近期的食品油价快速上涨 对低收入家庭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再加上马克龙死前的一些经济政策 包括取消财富税 减少社会援助等等 也并非广受欢迎 甚至还被人指责为富人总统 在ABC的采访当中 就有受访者表示 他曾经投票给马克龙 但这一次呢 不会再投了 因为标涨的物价和养老金问题 让他非常的生气 此外 马克龙和选民的交流呢 也不太够 政治杂志评价马克龙 太像个总统 太不像个候选人 换句话讲啊 就是马克龙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范 不够接地气 他一直等到了三月份才宣布参选 那么参选之后呢 也没有进行太多的竞选活动 还拒绝和其他11位总统候选人 进行电视直播辩论 显得比较的高傲和冷漠 而他的对手勒庞呢 就不太一样了 他在7个月前就开始了竞选活动 而且不断的去跑基层 去各种小镇和村庄演讲 在法国的本地媒体上 反响非常的大 更重要的是 乐庞和选民谈的都是民生问题 谈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谈工资要和工作努力挂钩 谈提高基本养老金 谈控制能源价格等等 这些问题一谈起来 那自然会吸引很多的选民 对于法国人来说 他们当然也关心俄乌冲突 关心部阐事件 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就业 是柴米油盐 是物价问题 很多人可能还有疑问 乐庞不是极优异吗 他的反移民反欧盟硬伤怎么办呢 外媒评价说 乐庞现在是一个更圆滑 更精明的政治对手了 换句话讲 就是乐庞进化了 至少他表面上 不像原来那么极右了 他依然坚持限制移民 但是他不反对乌克兰的难民 至于反欧盟的立场 他现在也谈的少了 选择刻意淡化 所以这样的一个选举形式 让法国政坛很焦虑 不少输掉的候选人 团结到了马克戎的周围 要求一起反对乐庞 乐庞上位确实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但是这样的担忧不会消失 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存在 毕竟乐庞今年53岁 5年后才58 10年后才63 所以看来马克龙还得加把劲 否则法国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要变天了